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翌日凌晨2點半 終於傳來好消息 成功找回愛狗 老蕭將咖啡緊緊抱著 臉上是滿滿的喜悅 夏俊騰凌晨詢獲愛犬後 隨即連發兩篇改借文 感謝各方人士的幫忙 最後也感謝 謝謝回到他懷抱的咖啡 照片中的咖啡 在老蕭自拍照的身後 顯然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相當呆懵 都不曉得有多讓老蕭擔心 記憶 越想品質